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呢把船拖出来洗了洗 简单的收拾了一下 这两天呢就准备给它下水了 最近因为天气越来越好 加上大家可能是疫情在家憋的吧 很多朋友都准备疫情结束的时候呢 抄个底 然后少花点钱 看看能不能讨一艘好一点的 这个二手船玩玩 今天正好趁这个船现在还在路上 我们以此为例呢 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 这个二手船怎么选 聊之前呢我先跟大家声明一下 这个视频是做给新手看的 然后我也不是什么专家 只不过就是玩过几艘船之后呢 有一些比较实用的经验 跟大家分享一下 新手在买船的时候 用这些经验和技巧呢 可能会少走点冤枉路 对吧 少花点冤枉钱 卖船的时候 几乎所有的卖家 都会声称自己的船 是perfect的状态 但往往呢 都存在一些小毛病 当然这卖家也不一定在撒谎了 有的时候只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 如果你能把这些毛病给他挑出来的话呢 他是愿意给你降一些价钱的 好我们言归正传 那一艘船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大块 无论是从重要性还是从价值上来说呢 由次要到重要的顺序呢 都是trailer船身和发动机 这三者呢 买船的时候呢 可以一体买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呢 分开买 然后再拼 那按这个顺序呢 我们就先讲一下这个trailer trailer是船在地上的一个载体吧 相当于用来安置和运输这个船用的 我们在选二手trailer的时候呢 主要是考虑到这么几个点 那第一点需要考虑的就是尺寸问题 无论你是准备放在车库里呢 还是说直接停到车位上 那你需要考虑的尺寸呢 不是这个船的尺寸 而是整个trailer的尺寸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船本身是这个16尺的 那你至少需要19尺的空间去放它 因为trailer更长嘛 长出来的这三尺呢 主要是后边的发动机这一截 还有呢 就是这个trailer前面的舌头这一块 不过现在设计好一点的trailer呢 它这个舌头呢 都是可以折叠过去的 不用的时候 在这这么一折叠 像我这个呢 是亚马哈的trailer G3的trailer 它是相当于这有一把锁 你不用的时候呢 把锁打开 这一截整个是可以抽出来的 我觉得日本人 日本人的这个设计是很好的 一个是省空间 第二个呢 防盗 像我们平常钓鱼 有的时候去那公共的码头嘛 船下水以后 trailer就直接扔到岸边了 把这截拔出来 然后放到车里边 可以起到一个防盗的作用 它没有球头 它就没法拖啊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观察一下 这个trailer是不是原装的 是不是出厂的那个trailer 因为原厂的话 它是这个trailer的形状呢 是按着这个船的形状来做的 它是最沸腾的 有些情况 比如说一些老船 它那个trailer太老了 锈的太严重了 或者是直接就被人偷了吧 船主呢 会给它再配一个通用型的 但那种的毕竟 就没有那么可丁可卯做的 然后这点观察完以后呢 大家就是到时候 就是围着这个trailer呢 仔细的转两圈 然后一看一看它表面 有没有什么撞伤啊之类的 然后因为trailer是铁的啊 最大的问题实际上是锈 你主要看一下 它那些吃力的 关键的部分呢 有没有那个长锈 你比如说到时候 你看一看这个A字架这块 然后还有前面这舌头这块 有没有锈的太厉害了 然后这个看完以后呢 注意一下这些地方 为什么看这些地方呢 因为就是新手 它拖trailer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开始开始 就望着自己后边拖着东西呢 然后拐弯的时候 前车直接拐过去了 后边因为它没有拐大脚嘛 后边这吹了就直接撞上了 所以这些地方特别容易受伤 到时候就是多留意一些 这两边吧 有可能撞到的地方 当然这些都不是什么 特别关键的地方了 但是如果有伤什么的呢 可以用这个跟卖家呢 搞搞价钱吧 然后第四点呢 我们检查一下这个轴和轴承 先趴下去看一下 那根轴到时候 确保它是直的 因为这东西是那个承重的 确保是直的 没有变形 轴没问题的话呢 再看这个轴承 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检测的话 就是如果当时这个吹垒上 没有船的话呢 可以让你朋友帮你把这个吹垒 抬起来 就使劲抬起来 然后你呢空转一下这轮胎 让它转起来 听一下有没有那种异响 顺不顺滑 如果上面有船的话呢 可以用你车里的牵牵顶 先把它架起来 然后再转 然后轴和轴承 如果OK的话呢 那我们再检查轮胎 最后检查一下轮胎 先整体看一下它的状态 看看有没有表面有没有明显的这个裂纹啊 骨包啊这种现象 如果看得过去的话呢 可以检查一下它的年份 看看和这个卖家说的这个有没有出入 比如说找一下我这个啊 再拿在这儿呢 那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2711 这证明的是11年第27周的轮胎 1111年的胎 那我这个一手的船主呢 他说他当年是2012年买的新船 那这就符合逻辑 对吧 说的过去 trailer部分呢 基本上就这么多 好 那我们现在呢 讲第二个部分 船体 现在市面上这常见的船呢 主要是由玻璃缸或者是铝做的 那你在湖面上看到那些比较fancy的 然后比较拉风的那种船吧 一般都是玻璃缸的 因为它是铸膜的嘛 它就是可塑性特别强 可以制作成各种复杂的形状 但玻璃缸的缺点呢 是比较重 那船比较重 然后还有就是存在一个老化的问题 然后我这送的是一个铝的 它的好处呢 是轻便 对吧 像这个尺寸的船呢 一个人就可以搞得定 就是上下船 还有就是 因为是铝的嘛 它也不怎么老化 船体是10年还是20年都无所谓 只要状态好 对吧 外期呢 你可以自己涂 这不是问题 还有就是清理的时候呢 好打理一些 我建议住在城里的朋友 如果买船呢 因为需要拖来拖去嘛 最好还是首选呢 是旅船 比较轻便 然后在北美这边呢 我们买船呢 它用的计量单位呢 都是英制的啊 比如说我这个船 它这个model是164 这164呢 代表的是16尺又4寸 选船的时候呢 最主要的呢 是看一下这个船体漏不漏 重点呢 是船底 到时候趴下去 仔细的看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是最容易撞到那些暗礁啊 石头什么的 如果有大的划痕的话呢 看一下这个划的深不深 有没有划透 对吧 然后像这种旅船呢 它都是这种旅板连接的 然后旅板的数量呢 这块数越少越好 像我这个连接工艺 它用的是这种双卯钉的结构 还有一种呢 是焊接的 焊接的更好 焊接的呢 它成本高 但是比较可靠 焊接的船 如果你表面看着不漏 那它就真不漏 而这些卯钉的呢 就不好说了 万一比如说某个卯钉 之前被正好撞到这卯钉上 那它是有可能有这种渗水现象的 但是我们从表面呢 又看不出来 接着呢 要检查一下这个船尾帮 因为这个发动机的作用力呢 全部是作用在这个尾帮上的 这个一定要仔细检查 尤其是比较老的船呢 一定要仔细看看有没有裂缝 然后使劲的这个晃一晃 这些尾帮的地方 看看它有没有松动什么的 说到这儿显然来一事啊 就前年北京一大哥 去北边看船的时候呢 那船比较老 但是呢 哪哪都挺好 然后船主说呢 愿意给大家在水里这个试一下 它因为它特自信嘛 那试的时候呢 它可能是想表现它那船的这个性能吧 然后就蒙起蒙落 蒙起蒙落 急下咔一声 尾帮就撕裂了 撕裂很快 这个船就沉了 那下面检查完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登船 然后去检查一下上面 上面呢 主要是检查一下这个油箱这部分 油箱电瓶的这些地方 然后主要是看一下它有没有这个泡过水的痕迹啊 那个是油箱 然后电瓶 看这些机脚嘎栏 看看有没有泡过水的痕迹 有没有这个大修过的地方 然后呢 有没有漏油的现象 主要是检查这些 然后其他的部分不是特别重要 主要就是试一下 试一下它这些功能都好不好使 比如说这个它自带的这些所有的灯 对吧 然后前面的这个活水舱 后边的水泵 如果它有trolling motor或者fish finder的话呢 到时候也试一下 看看这些都工作不工作 然后至于说这个地毯 或者是座椅的状态 这些问题不是很大 这些回来以后都可以自己收拾 或者是自己给它翻新一下 然后很多朋友呢 问这个就是船和品牌到底有没有关系 我个人觉得是有关的 这个大厂和老厂造的这种船呢 确实是这个 无论是从细节的处理啊 还是从这个可高性上都更加好一些 我心中我个人觉得能算上这个 就是咱们平常常见的这些船里啊 能算上这个第一梯队的 你比如说浪 浪的船就很好 然后YAMAHA的G3 LOW或者是这个Chris Liner 这几个品牌我觉得都挺好的 那再跟大家聊几个就是 我认为就是不怎么影响这个船的性能啊 但是呢属于锦上添花的几个小tips吧 第一呢就是说选船的时候 大家长度固定的情况下呢 就是尽量买这种比较宽一点的船 因为在水上的稳定性呢 对于船来说呢 长一尺绝对不如宽一尺 主要影响它这个稳不稳的是这个船的宽度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买船的时候 尽量买这些储物箱啊什么的比较多的 因为你知道这个船就跟车一样 刚开始的时候呢 你都觉得这些地儿够 但是放着放着呢 就都被你填满了这些储物箱 你像我之前那个20尺的那个捧通 最后连那个烧烤炉子和麻将什么的 都给搬上去了 没鱼的时候大家可以在湖上玩一玩 一定要尽量找这种储物贵多一点的 然后第三点的话地毯 地毯呢如果大家就是 它本身状态不太好的 大家如果拿回来翻修呢 尽量就一次到位的 我挺推荐这种的 就是这个船你看它这儿 用的是这种vinyl的 这种vinyl呢就万一有这种脏东西啊 或者是比如说鱼血啊 或者什么东西的话 特别好清理一擦就掉 然后这些地方是用的正经的 那个就传统的这个地毯了 因为它防滑嘛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活水舱 这东西其实挺好用的 就是你钓到鱼的时候呢 可以暂时给它赞养在这里面 最大程度的保鲜 因为这个鱼从这个离开水面 到给它去塞的这个时间掌控 确实挺影响它这个鲜美程度的 然后还有就是 看在那儿的消防栓 这个是它船自带的啊 如果那个船上没有的话 强烈建议朋友们就是 自己那个放上一个 这挺关键的 万一在那个湖上出现什么事故的话 往往都是这个发动机嘛 它里边都是汽油 那个水是浇不灭的 买一个这种干粉的灭火器放船上 还有呢就是这个座位的这锚点 越多越好 这个也是可以自己装的啊 去Buzz Pro就可以买 然后自己装 这些锚点呢就是说我们 开船开到这个 目的地水域的时候呢 可以把座位直接搬过来 然后直接插在这些锚点上 你可以在不同的位置吊 而且可以坐着吊嘛 就比较舒服一些 好那船上的部分 现在想到的就这些 那我们现在下去去说 这个船最重要的部分 这个发动机 那发动机呢 是一艘船的灵魂 可以分为内置机和外挂机 我们这台是外挂机 然后外挂机呢 你就可以分为这个 Upper Unit和Lower Unit 那对于新手来说 就是你从来没玩过 这个船发动机的朋友呢 我建议你第一台的话 还是认准这个品牌和口碑 如果你不想动不动就弄满手油的话 也不想就是把自己搞成一个业余修理师的话 那你首选的就是亚马哈和Honda 这两台机子呢 绝对的可靠 而且还省油 也不用保养起来 也比较简单 然后其次呢 可以考虑Mercury和Johnson 这两个也不错 就是老一点的这两种机子呢 或多或少的 总有一些让你那种 不疼不痒的小毛病 再次一点的呢 就是这个Evan Rude 也还凑合 然后 Suzuki和Nissan 我听说 听朋友用过 朋友说也不错 但是我自己没用过 然后 在我们安省好像很少吧 这种Nissan和Suzuki的经销商 所以可能万一有问题的话 零件很难找 大家到时候去看船之前呢 一定要和卖家先确认好 到了以后 能不能这个试一下发动机 如果他以各种理由 不让你试的话 那你连去都不要去了 发动机 不试的话 绝对不能买 然后到了现场之后呢 当然如果旁边有水的话 在水里试 这个船和发动机是最好的了 如果不方便的话呢 接上水管 试一下发动机也行 那试的时候 签试这个 能不能打着火 我个人的责船标准呢 是必须一把火打着 打着以后呢 你就让它这个怠速 看看怠速呢 它吸不吸火 然后上去以后呢 试一下这个方向盘 看看它这cable好不好使 然后如果怠速没问题的话呢 到时候就可以试一下这个前进和后退 看一看它切换正常不正常 有没有那种就是加加热速 然后突然那个速度掉下来的这种情况 一般mercury的老机子有这个毛病 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因为这种外挂机啊 它是没有这个时间 没有这个计时器的 所以呢 你比如同样都是这种十年老的机子 但有的用的狠的呢 可能已经用了600个小时了 对吧 用的不多的呢 可能才用了100个小时 那这时候呢 就怎么检查呢 我们就主要是要依靠这个钢压值 我个人觉得吧 就是比如四充的 四充的这发动机呢 我能接受的这个底线钢压是130 然后当然这前提就是说 卖家给你提供这个数值的话 如果没有这个 它不给你提供这个的话 你只能靠听了 那听呢 就是主要是听一下 它这个发动机运转的顺滑不顺滑 然后劲儿大不大 这么说好像又有点抽象 是吧 那这样我下去接上水管 用我这个船呢 给大家这个演示一下 就是正常的声音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是什么样子的 那刚才给大家演示呢 就是一个亚马哈四重五十匹的 然后一年的发动机 九年老的发动机的一个正常状态 刚才是试了这个打火 怠速前进和后退 那如果这些都没问题的的话 我们就打开这个机盖 然后到时候检查一下它这个upper unit 大家打开机盖以后呢 主要是看看它有没有比较严重的锈的痕迹 如果哪哪都是锈的话 有可能这个以前泡过水就要小心了 然后如果像上面这些灰尘什么的 这个无所谓 因为年头长了嘛 但如果你手摸的时候 哪哪都是油的话也不对啊 那也要小心了 一部真正的合格的这个发动机 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清清爽爽的 不一定这么干净啊 因为这个我擦的比较干净 不一定那么干净 但是一定要清清爽爽 然后upper unit看完以后呢 到时候就 然后再检查下边 检查这个lower unit 因为船在行驶的过程中呢 这一地儿是最低的一个点 如果触焦啊或者什么呢 有可能就是 首先是撞的是这个位置 所以检查一下 它里边的尺什么的我们都看不到 所以只能 只是检查一下外表 然后最后呢 就是再看看这个螺旋桨 看看有没有这个变形啊什么的 不过这个不重要 这个自己可以换 这个很简单 然后目前我能想到的就这些 反正在我们加拿大这边呢 就是好山好水 玩的成本又低 我还是挺建议大家 没事的时候 比如上KG上找一找 这好的地友 弄一艘 周末的时候 转上船 对吧 然后带上家人朋友 游游湖啊 钓钓鱼什么都挺好的 然后咱们这边和国内真正的区别呢 实际上是在乡下而不是城里 好 那今天就到这儿 喜欢的朋友呢 请点赞 然后订阅 谢谢 拜拜 拜拜